這個因為如果你要從無到有 要全部用VBA來寫 以目前各位的功力來說 應該是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對VBA不熟 但是你又要能夠自動化處理一些事情 其實最簡單的 還是從錄字聚集開始 因為至少你 像我們合併 那個工作表也是先錄字聚集 然後再多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意思就是說因為有部分的動作都一樣 那我們只是把那個不一樣的部分 抽離出來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那他會針對我們要做的範圍 比如說1到3月 有很多部分都一樣 負字貼過去負字貼過去 那裡面可能有不一樣的地方是你要讓他往下 然後又向下一列 所以這個當然應該有概念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呢 要希望能夠把自動化或者把VBA學好 也許你可以從 錄字聚集開始 所以只要有空 只要你工作裡面有很多是重複性質的 那我是建議 平常就多多練習 如何錄字聚集 先把錄字聚集 先熟悉 因為這個錄字聚集還不是說你一下子馬上你會 就會錄得很好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錄的時候還是會有很多地方 沒辦法錄得那麼完整 而且可能有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你錄完之後你可能還要先加一些註解 把你的步驟呢 有沒有 把它打上去 你才知道你錄了什麼東西 稍微做一些整理 可能有一些 多錄的你可能也把它刪掉 那同樣的邏輯 我們今天也是接著 繼續來看那個 單元 5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請各位把這個 類型檔打開 就是問題05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 總共A到L欄 裡面的話有分別有 各式各樣的資料 那當然一般性呢 其實這個你也可以把它當一個資料庫來看待 其實資料庫裡面 只是說資料庫的資料型態 比較複雜 不過充其量 資料庫裡面 最常用到的 儲存的資料不外乎是什麼 文字 但是他跟文字可能有區分嘛 可能 可以放 很多種各式各樣長度 不同的文字 不過在以色料裡面可能比較單純 他就是文字 文字的欄會包含就是 從業務啦 產品啦 這個產業別啦 還有客戶名稱 另外還有什麼的數字 那數字里 以色料裡面一樣嘛 數字裡面又區分成什麼 整數 非整數 非整數就是有小數點 沒小數點 OK所以 文字 數字 再來就什麼 頂多就加一個日期 OK 好像還有還有其他 像Booling 不過Booling很少用 True Force 很少用 因為 用了很麻煩 倒不如你乾脆用個數字 也好像比較好處理 或者是說還有什麼用一個什麼 像放物件的 不過也很少用 沒有人在用那個物件 因為自己也是很麻煩 將來處理 也會 造成困擾 所以通常常用大概就這三種 OK 如果說你將來會要針對什麼 針對 這個資料 去做查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快速的怎麼樣 幫我做一件事情 把那個業務裡面呢 可能是小咪的 自動幫我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小咪的放過去 因為我要做後續 針對小咪這個業務人員 去做統計分析 到底他的業績好不好 那我要獨立出來 可是我要怎麼樣快速做呢 理論上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是利用什麼 其實 各位熟不熟這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篩選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那裡面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查出 有關那個什麼業務裡面有沒有 是小咪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小咪打勾 這個 前面剛好我們有用到康義服有沒有 有沒有打勾按確定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把小咪的資料全部放在一個新工作表 你可能要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這些資料 複製貼過去 然後把那個工作表名稱 改成叫小咪 對不對 就完成 可是如果你經常性需要查詢的話 那你就 而且你可能還需要查什麼 查產業別 產品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呢 你就有必要怎麼樣 建立一個自動化流程 那自動化流程裡面 大概類似這樣的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你做完了 那我們 這個地方當然順便講一下 你按篩選 旁邊還有一些 有沒有 其實關鍵地方 這邊有個文字篩選出現有沒有 因為他裡面放文字 所以他會跳出文字篩選 那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做 所謂的 因為預設是 完全要一樣 可是如果 有些時候你只知道 這個欄位的資料裡面可能有一個字 叫小好了 要把 什麼小開頭的那個 業務姓名 那可是怎麼辦呢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用 開頭 開始於 有沒有 你文字篩選裡面還可以用這個 或者是你可以用關鍵字篩選 叫做包含 也就是如果你的欄位裡面只要有這個字出現的話 或者是一個詞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把什麼呢 把這個 資料給 找出來 那你可以用所謂的那個關鍵字查詢 包含 OK 那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了如果你是數字篩選的話你會發現 數字篩選的話裡面因為它是放的是數字 那它會出現什麼 等於 不等於 大於 所以剛剛同學有 有問了一個問題 等於嘛如果在 那個 Excel或 VBA裡面 函數裡面 等於嘛 不等於就別說一定是 小於 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 然後 還有 大於 不過常用也許叫戒於 比如說我今天呢 想要查出 總價 戒於100萬到200萬之間幫我留下來 你怎麼辦 當然你可以用戒於就可以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有你可以針對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日期的話 像建嵐日期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個 日期篩選 OK 然後當然常用的也許是什麼 也是一樣戒於 或者是哪一年等等的 這邊一堆有沒有 那這邊也有戒於 當然你可以什麼呢 今年 或者是 明年去年這邊都有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 這些功能呢 你將來都可以把它錄製聚集 然後呢 做一個 所謂的 篩選的查詢功能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做出一個 所謂的自動化 假設我今天舉個例子 我如果要針對 這個 業務 我希望做什麼呢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會跳出一個 對話方塊 這就是一個 Input Box 那當我輸入一個 業務姓名 比如說要小咪的話 他 我需要什麼 就做剛剛那件事情 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小咪這個人的資料 抓過去 放到那邊 然後把畫面切回來 大概這樣而已 按確定 好 有沒有 自動小咪出現 有沒有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篩選看要哪個欄位 反正一個按鈕按下去 你要找什麼就自動找什麼 那這個功能呢 其實 簡單講起來就是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也就是說呢 你的road data 你的原始資料 本來不具備有查詢功能 但是呢 如果你要寫一個查詢系統 其實 可能你要找專門的工程師幫你寫 可是緩不濟齊 等到你 他幫你寫好 你可能 你的問題 早就不知道 被罵得要 對不對 那 可是你只是很簡單 你就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那其實就可以利用我剛剛講的動作 那其實基本上 這裏面做了哪些事情 其實很簡單 就是1 我把游標放在可能 只要第一列上面 也許放在C1上面 按下篩選 然後呢 再把這邊怎麼樣呢 全選打勾取消 小米按確定 對他留下去 這個然後游標再放在 可能他的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然後怎麼樣呢 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因為有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呢 你將來程式他會自己幫你寫 工作表物件 叫Shits 有沒有 增加工作表叫點 add add add到哪裡呢 到 最後面一個 就是after 有個參數叫after 冒號等於 最後一個就是Shits Shits的工作表 點count的屬性 count就是 總共有幾個 意思說最後面那一個的後面 然後呢 再來你可能就怎麼樣 重新新這個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成 這個小米的名稱 然後把資料貼上 再切回去 OK 這樣的話呢 最後把篩選的這個功能 關閉 就完成了整個流程 所以你第一個你要先錄製劇 那流程就我剛剛講的如果說你對於剛剛那個流程 還是有點 可能不太有把握的話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 應該還記得我們那個吧 雲端白板的位置 如果不記得的話 稍微一定 關於那個資料查詢 以前可能會用什麼 Vero函數 不過這東西 充其量 只能做一些 比較簡單的應用 如果你要做複雜應用 他說真的 沒辦法 OK很多地方是辦不到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利用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資料庫 不過資料庫 你可能要熟悉一個東西 叫做Seql 不知道各位熟悉Seql這東西 不熟的話 除非你對資料庫本身 不然 那不然的話你就直接用什麼 篩選功能 其實Excel裡面篩選功能 講起來講白的其實就是 跟資料庫裡面的那個 Select的敘述很像 就是查詢資料 他等於就是讓你怎麼樣 略過那些比較困難的程式語法 直接可以幫你查出資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的 那直接怎麼做 後面可能我們篩選業務 篩選產業別 可能每一欄都可以做篩選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請各位 錄製一個聚集 叫做也許叫篩選業務吧 然後呢 就分別把這個 動作的 1 到 9 分別做 那我們後面只會改三個地方 1 2 3 改完之後呢 就可以做到 我們剛剛 講的這個按鈕 剛剛旁邊的按鈕 篩選業務嗎 有沒有按下去 就可以做到我們剛剛的動作 OK請各位先試一下 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上面 放的那個 完成的 完成的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步驟啦 所以我又把那個步驟把它貼到這個 重共呢會有那個 9個步驟 當然 這個步驟裡面呢 你可以做適當的調整 不過大體上就這樣子 好所以 基本上呢 1 就是錄製一個篩選 那個業務的一個 聚集 所以篩選的 這個錄製方法 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 我再把那個 重點 我們回顧一下 就是1 錄製聚集 然後把名稱貼上 那因為 這裡面我有做一個 所以我先改一個 2好了 按確定 然後 我先做什麼呢 1 1有不要放在 其實不一定放在b2啦 放c位也可以 就是放第一列就可以了 放b1 或者c1都可以好了 放c1好了 OK 再來做什麼呢 按下那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第2個 第3個呢 留下什麼呢 留下那個我要的假設小咪 小音已經有了 這個不要重複好了 因為這個不要 沒辦法重複 換一個小章好了 OK按確定 好 再來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 就是 我 把這個範圍 我看一下 步驟 我 先 複製 複製的話 特別注意跟前面講過 最好用快速鍵 因為你錄製聚集 如果你不用快速鍵 有時候會錄 錄不完整 然後再新增貼過去 藍寬調整 OK好 再來呢 我們先把範圍複製 右邊要放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C Ctrl-C之後呢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把這個工作表名稱呢 改成小章 然後呢 游標放a1 貼上 然後再來常用裡面的那個格式 自動調整欄寬 好 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他 如果你的步驟有時候漏掉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 切回原來的 工作表 切回去 問題05 然後怎麼樣 恢復成原來的篩選狀態 當然 比較貼心的做法是在 回到什麼 回到那個 A1上面好了 就是 這個地方 點一下 好 整個流程都 弄完了 弄完之後的話 記得 把開發人員這邊停止錄製 應該沒有問題 那錄完之後呢 再來你就是 切到劇集裡面 就會有一個我們剛剛錄的 編輯一下 那我習慣是把上面註覺先拿掉一下 那我習慣是 1 我剛剛是做什麼 所以你盡量 把這個後面的對應的那個動作 先打上去 至於怎麼打 後面要打什麼東西啦 你自己在 去 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你可以用自己的風格寫都沒關係 然後我們是 篩選範圍 可是問題啊 你會發現小張出現了 那未來當然你不可能說一直在找小張 你可能會找其他人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小張當成是一個變數 以後呢透過 使用者給你一個名稱 你去幫他查完 放成一個新的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等一下可以修改 另外的話 再來怎麼樣 複製啊 這邊的話第3頁就是複製 有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 然後再來第4個就是怎麼樣呢 新增工作表 OK 你會發現 他也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寫什麼呢 SHITS 點add OK特別注意 點add 其實就是 序值物件 其實你會想說那序值物件到底能做什麼 其實他能做什麼 很簡單你就打一個序值 點下去之後 他會告訴你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包含什麼呢 新增工作表 複製工作表 工作表的數量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方法 這個是屬性 那其實物件 充其量就兩個東西 屬性 跟方法 也就是說這個物件能做什麼的 所有一切 通通在這裡 不會多的 也不會少 因為物件都固定的 除非說你改版了 不過這種東西 可能改版也不會多太多了 反正頂多就是這些功能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些功能都熟悉的話 以後呢 工作表的所有運作 都可以透過這些完成 那裡面的話當然呢我們提到了 序值add 後面有個after 冒號等於前面的東西 基本上叫做 前面東西呢 這個叫做他的參數 或者叫引述 前面是這個所謂的那個參數的名稱 後面的話是傳遞什麼參數給他 所以呢 告訴他說 我要新增喔 但是新增在哪裡呢 他有before跟after 意思是說 新增到 這個是最後一個的什麼呢 後面 after就是他的右邊 但如果說你這邊改成before的話 他會新增在最後一個的前面 所以新增還可以 新增到哪裡 OK 好那新增之後的話呢 他會 多一個slate 不過這個slate 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個不需要 那重新命名 實際上就是這一個 點內 哪一個重新命名 sheet3 所以未來 這個sheet3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sheet.com 的名稱 為什麼sheet.com的名稱呢 因為你新增了之後他會放最後面 所以呢最後面那個名稱改成叫小章 但是未來這個小章 應該也不完全都叫小章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再來做修改 然後再來是第五 其他的話就貼上 那再來就是 第六的話欄寬自動調整 再切回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 第七嘛 所以這邊的話第七 可能問題 那最後的話 這個有個什麼actor有沒有 scope這個 因為我剛有捲動那個捲軸 因為我要移到A1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 那再取消那個什麼 這邊第八是取消 篩選 最後呢 切回到 我們的A1 OK 那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記得 1是先把上面 把不需要的程式刪掉 並且加上註解 錄完之後 第2的話呢 再來思考說 我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說 這個地方不要是固定的 現在是固定的 我可不可以改成非固定的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呢 一個變數 可是這個變數 要外部 使用者輸入 給他一個畫面 他輸入完之後 自動把這個變數呢 丟給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就可以自動完成 那這個地方我想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 聚集錄製先完成 然後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哪些地方呢 可以再做變更 OK 那你先把這個變數 就要在這裡 我現在先把這個變數